最近大家心臟看他穿一身 我覺得我們跟他討論心臟很不好啊 這個盤震盪成上上下下 心臟要很大顆 好這個盤我們要怎麼來解讀 本來昨天非常的擔心 那這個我們來看到外資 外資這個賣的情況 從3月2號昨天 昨天是賣67億 但我們圖表幫我們上一下 但之前賣最多賣900多億嚇壞大家 那今天台股漲了200多點 先問一下幫我們按鈴好不好 你覺得危機解除了嗎 會繼續往上衝來圈 你說沒有沒有按鈴 啊現在怎麼樣 看都沒有是不是 不能說看不懂 而是說變化還是很大的 其實最近呢 像我們這種年紀的人 實在不太適合待在股市裡面 每天震盪幅度都300點以上 開什麼玩笑 今天大漲300點 明天大跌300點 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說 哇這個盤真的是很難做 可是呢對不對 很難吧 這在練我們的風度啦 心智啦 跟氣質啦 怎麼樣邊看邊讚美啦 對 沒錯 最近呢每次都在看這個 什麼這個 這個 千志文啊 百家信啊 什麼 超邊超心驚是不是 對 對沒錯 那其實呢 我們要這樣子講 因為為什麼我剛才是按說 模擬兩可 也有可能會上 也有可能會下 那麼其實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你不管看美國股市 或者是台灣股市都一樣 最近呢 震盪的幅度都非常的大 而且呢相對相當的無理頭 就是說今天大漲明天就大跌 那在這種劇烈震盪的情況之下呢 它是屬於一個 其實我們到目前為止 包括美國跟台灣股市都一樣 都屬於一個的相形的格局裡面 它並沒有出現大漲或大跌 波段的大漲或大跌走勢 這種表示什麼 它在劇烈震盪之後呢 一個相形的劇烈震盪之後呢 通常接下來就會出現一個 波段的大漲噴出走勢 或者是一個波段的跳水走勢 差這麼多 就是大漲就跳水 對 那現在這看起來是哪一種 呃 現在我的感覺 完全要看什麼 要看這個美國呢 他們這個紓困方案 第三輪的紓困方案 推出來以後 美國股市怎麼走 到時候如果美國股市開始展開一波 這個噴出的走勢的話 那麼全世界的股市 包括台灣股市在內 大家都一樣 都可以一涌而上 這個就沒有問題了 可是反過來講 萬一 萬一這個美國呢 他們推出第三輪紓困方案之後 美國股市呢 開始跳水的話 那大家就一起來跳水了 就是這樣子 所以現在看美股的狀況 看美股的狀況 紓困方案的反應 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呢 大家回想一下 在上個禮拜呢 其實美國股市跌得很慘 跌很慘的主要原因呢 是因為大家很擔心 這個股市的資金流到債市去 因為它債市的這個殖利率高升嘛 所以大家會擔心這個資金會移動 那可是呢 如果說這個紓困方案推出來以後呢 那就這個資金就不於匮乏了 不管你這個資金到哪裡 反正資金就是絕對夠 夠供應這兩個市場的需求 所以呢 理論上來講 這個紓困方案推出之後 應該呢 美國股市應該要漲 OK 可是呢 它如果不漲的話 表示什麼 表示呢 利多出金 利多出金 對 好 我們看PTT這張圖 這個有大盤導狀反轉的風險嘛 網友在擔心 天空之城的景象出現了 這個 其實我覺得不太需要擔心 有嗎 導狀反轉也很嚴重 我覺得不太需要擔心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導狀反轉 因為它昨天 不要說今天 昨天的盤中就已經把這個 缺口填補了 其實它真正的一個這個跳空缺口 導狀反轉的缺口的 它的上緣的位置 大概是在16212左右 那其實這個缺口已經填補了 所以呢 並不會成為導狀反轉 我覺得這個大家可以這個放心 可是呢 萬一不小心 這指數呢 跌破了15600點的話 哦 那就要小心了 因為一個完整的頭部就成形了 好 15600點 對 然後注意 好 彥均 那我個人呢 看類股的表現 都把它分成三類 就是不同種類的公司呢 它其實目前面對的風險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對大盤的看法呢 是中立啊 覺得應該在萬六上下震盪 那目前呢 指數是有守在月線之上 對 那目前月線也還是往上 所以看起來還是多方的力道強一點 但是我還是提醒投資人 有一些公司它股價漲了很多 這個就要特別做注意 那把目前的公司呢 總類分成三類 那第一類呢 是本夢比股 就是這個公司 它本身沒什麼獲利 或是獲利很普通 股價上漲呢 主要是靠對未來的想像 大家認為說 這家公司啊 可能未來會很有希望 會賺很多錢 那就美股來說呢 就是特斯拉 就台灣而言呢 就是細製財的公司 那例如說 這個力旺啊 世新啊 艾浦啊 這些公司都是 第二類型的公司呢 把它分成高本益比的公司 例如說 美國的蘋果啊 或者是台灣的台積電 這一類型的公司啊 本身就有獲利 但是大家預期說呢 公司的獲利會大幅成長 像台積電在去年的EPS 大概是20塊嘛 那如果目前的股價600塊的話 本益比就是30倍以上 這樣的本益比是因為大家預期說 公司的獲利有機會繼續成長嘛 所以大家給他比較高的本益比 那第三類型的公司呢 就是定存股的公司 這種公司呢 他非常的安全 那公司呢 定期會配發現金股利 那有現金股利 殖利率的保護 那這三種類型的公司啊 當市場風險增加的時候呢 其實這種本盟比的公司 因為他沒有基本面嘛 公司有可能是虧損 或是獲利只有一點點 他的本益比是非常高的 所以這一類型的公司 他股價回檔的機率就很高 那相反的 如果是定存股這一類的公司呢 當大盤在回檔的時候 由於這些公司呢 他有現金股利 殖利率做保護 所以他其實回檔的是有限 那所以我覺得大家在資產配置上 可以去考慮一下定存股 像比較有代表性是金融股嘛 他是最安全的 定期我們待會兒細細講 今天一個重點 這個殖利率股 現在最近表現其實蠻好的 蠻穩的 好 股客大夫 好 那其實這一波公債殖利率 可以看到 飆高到1.5以上 那其實大家在股市久了呢 可能會有一些健忘 以後不要看股科 看一下精神科 可能比較好一點 其實這一次公債殖利率飆高呢 在2018年也發生過 那在過去的二十幾年來 總共發生過五次 那在2018年這一次呢 其實從二月開始殖利率飆高 那甚至到四月的時候 到2.6%以上 我講這個數據 大家可能沒什麼印象 我講一個2018年 有一個0.2.06事件 大家可能就有印象 0.2.06什麼事情啊 0.2.06就是當天的 期貨選擇權波動太大 哦 那一天 秒殺 秒殺 所以建議大家好 波動越是大的話 越是要注意好風險 那我認為債券這個影響呢 他比較短期的 也就是短期 債券殖利率飆高呢 那會讓一些這個 比較中長期的這個投資者 會把資金可能從股市轉 轉到債市 那舉例來說台積電 如果在六百塊的時候 那他的 每一季假設是配2.5塊的話呢 那一整年算下來 他的殖利率大概就是1.6% 跟公債殖利率差不多了 所以才會出現這樣子 相對高價股 尤其台股一些千金股呢 他盆一筆過高 甚至出現本孟比這樣的狀況 那當公債殖利率往上 短期之內 短線往上 衝得太快的時候呢 那自然對 股市會有一些影響 可是呢 只要在公債殖利率呈現一個 緩步往上走的狀況 那事實上對股市不會造成太大影響的 那在籌碼裡面我們看到最近台股的部分呢 今天結算的周選擇權 確實籌碼是比較偏空的 但是以三月份 三月中結算的月選擇權來說呢 籌碼仍然是偏向多頭 所以我認為整體大盤 在三月中之前 還沒有立即性的危險 那也剛好 空單線選兩萬多張 你覺得是OK的 對 其實外資的淨空單 最近大概都是持續在兩萬到三萬口 只有這樣子一個數據來回 就我認為這是 單純去做一個避險 其實外資在現貨 從今年年初開始就持續的賣超 可是盤市也沒怎麼跌 那代表更大的力量 更大的黑手把他撐在這裡 所以我認為在 三月的第三個禮拜五 尤其是美股的棋子結算 小刀瓊 Nestec要結算之前 全球股市 比較容易進行這樣震盪的整理 那最近可以看到其實就是 電子股相對是比較弱的 而中小型股相對是比較強勢的 所以建議大家在這段期間呢 可以把手上的 比較高級期的電子股 稍微做一些減碼 那可以轉移到像通膨的概念股 塑化 傳產 鋼鐵 這類的股票 在第二季比較會有好的表現 OK 好 Pixel 得到 開除了 自己的電子股 在哪一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